有一次我上了 也是在这个Po 还有一个节目 然后那时候刚好 就在讲家庭关系 然后就问我说 那你会想找你妈妈 我就说不会啊 为什么要找她 就是对我来说 爸爸妈妈 没有朋友比我重要 我是真心这样认为 所以我那时候这样讲 然后主持人就在问我说 一句话说 好像不要这样 妈妈就请 可能妈妈也很想你啊 什么的 然后就说 那明年的母亲节好了 好不好 跟妈妈联络一下嘛 我就说再看看 那我妈妈就看到了那一集 所以隔了一年 我的经纪公司 收到一个包裹 然后他们就打电话来说 那姐G姐 有一个东西送来公司 我就说是什么 上面写什么名字 他就讲了 我妈妈的名字 我就说天啊好可怕 你帮我打开来 我就说我 因为已经那么久 没联络了嘛 然后我就说你 我不敢 你帮我打开来 因为之前因为 我发了一些事 所以我很怕 你以为是什么 我很怕 要要选 或是有一些事 也会害怕嘛 对 然后我就说 我真的不敢开 然后他们打开 他们就说 我看到都哭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是你从小的照片 就是那 从我出生到两岁的照片 就是大概这样一叠 我说 我说